繼續開會 接著請我們保安小組的陳立貞 陳議員 做諮詢 時間20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 保安部門的各位局處首長 主管 議會同仁 媒體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保安部門的部門諮詢 保安部門的各局處都是跟我們市民的基層切身關係 警察局 環保局 還有我們消防局 衛生局 都是第一線的 也是各局處的團隊都非常的辛苦 也是我們市民最重要的一個部門 今天我首先就是要來關心的是我們的環保局 我要請教的是請教局長 在今年9月颱風的一個災後 我們高雄市的一個傷害損失非常的大 整個高雄市的摧毀包括一些路燈 樹木 還有耗製燈 監視器 都是被摧毀的迫害非常的嚴重 那這些在比較重要的當務之急有危險性 都是我們市府團隊每個部門都增加人員 再加班 把它恢復 尤其是我們環保局的這個人員可以說是不免不休 都加班 然後再清印這些垃圾 那我們現在環保局在這幾年來 每次在開會的時候我都會跟局長來反應 現在我們高雄市的各區分隊人員都是嚴重的不足 包括在這幾年來很多的如果水溝要清理的話 因為人員的不足我們有時候一段時間是要清兩次也 也因為人力的不足也是很勉強或者是道路的清少 就是因為人力的不足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風災 在我們這樣的環保人員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短短的一個月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在9月14到9月25總共動員了38,789人 集聚總共有6643釀次 還有協助學校恢復環境的有137所的學校 那這些災後的一個廢棄物的清除很嚇人 總共就有13203噸 那環保署來協助的是9月16到9月26 就有15噸的抓斗車就有175輛次 25噸的抓斗車就有13輛次 35噸的卡車就有8輛次 總共動員196人 還有很感謝國軍他們也是在9月14到9月19日 總共支援1942人次 那接下來馬上又 沒擊颱風又來了 9月27到10月3號 這樣短短的幾天 我們也總共動員了18,308人 機具也動員了3,187輛 那總共幫忙學校來恢復環境的也有59所的學校 那這樣的一個幾天的災後又清理了這樣廢棄物有6974公噸 那為了這個數字我要讓局長了解說 平常的整個高雄市的一個清理 讓我們高雄市的這個市民能夠幫市民來清理 清運垃圾清理這些環境 都是基層的這樣的一個清潔人員 那這樣的未來如果說稍微有一個颱風天的話 那我們這些清潔人員全部都動員來這樣的做颱風後的一個清潔工作 那平常的一個我們正常營運的這一些清運垃圾清潔市容的環境的人手是完全完全不夠的 那這一次我們還有依靠中央的或者是軍方的來幫忙 所以我也在這裡要跟我們環保局長來建議 有關我們各分隊人員不足的一定要盡快盡快的去補足 只要有退休的一定要趕快去補 人員不夠一定要補足 要不然的話這十年來十幾年來包括本席之前是當局長 對於基層真的每天接到要清理水溝 清理清潤垃圾或者是掃入這些工作 每一次電話打去分隊我都是有時候都是很心疼 因為明明能力是不夠的 那在這裡再次的跟局長來反應 那在這樣短期之內應該要藉由這 好我們應該要 我這裡有一個圖是我們103年 我們環保局有增設的一些機具 能夠來替代人力的一個操作 讓這個工作量可以提升它的效率 那在這裡也要請局長 我是建議在這個沖溪勾泥車 10噸以上的這個是三輛 那總經費是1500萬 還有這個抓斗車10噸以上的是三輛 掃街車11到14噸的是五輛 經費是2600萬 那這三個車種 這三種車是不是能夠足夠來應付我們全高雄市的一個清潔的運作 也要請局長 這個經費啊 該編的一定要把它充足的一個編列 那這些機具呢 平常我們經常在跟我們區隊聯絡的一些機具 這是最常聯繫的一些機具 那我也要請局長你答覆一下 對於我們每一個區隊大家都那麼辛苦 人力不足 那機具要再補充的這樣的一個反應 你有什麼樣的比較快速積極的做法 請你答覆 來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那謝謝那個議員這邊 感謝議員這邊的一個鼓勵 那其實在不只是颱風 在很多的災害的時候 我們的基層的這些清潔隊員 其實真的都很辛苦 剛剛議員也有提到我們清理的一個狀況 這些樹枝樹葉總共要加起來 兩次颱風加起來應該快兩萬噸 這樣的量 現在一段其實跟議員報告就是人力的部分 縣市合併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原來的高雄縣 原來的高雄市兩個 有多少的清潔隊員的編制合起來 就是現在的人力 就是現在的人力 那都一直都不能增加 所以我現在就是大概有兩個主要的一個方向 來減輕我們整個一個隊員這邊的工作符合 第一個就是說增加我們有些的一些臨時人員 爭取這些預算 然後就是這些臨時人員的一個加入到我們這些區隊 那以現在來講大概每年 大概目前大概都有編列 一年大概有三百多位 三百多位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多增加剛剛議員所提到的機具 機具 一台沖西車可以動五六人 那還有包含像抓走車 那這一些用機具來代替人力 代替人力 那這樣子來減輕大家的一個一個工作上面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管跟中央在爭取預算也好 或者市府爭取預算 還有利用一些廢親基金 就在積極的來泰換我們現有的這些的機具 大概從這樣的兩個方向上來 來盡量能夠減低我們同仁的一個工作的一個負擔 局長請坐 局長也是非常清楚各區隊的一個狀況 那也建議局長 我們的清潔人員有些是年紀比較長的 那如果有退休的話 我建議應該這些備取的後補的正式 趕快讓他們補上 因為他的臨時的跟正式的他們的這個薪水是有差距的 那大家出來做這些都是蠻年輕的 讓他們有一定的薪水的一個水平 讓他們能夠生活的 因為現在臨時的是兩萬出頭而已嘛 那如果能夠讓他們這一群人 能夠讓他們趕快 這些備取的啊 這些科企科學在那裡 在備取的那裡 拿那些之後快補給他去嘛 那快讓他們補到 我相信補到的人在做那個出力的積極度一定又不一樣 那不夠的趕快還要把臨時的 要充足的補足 局長 請你答覆一下 謝謝議員 那個其實報告議員就是說 我們去年年底有做了一次的考選 所以從今年的1月4月7月跟這個月10月 總共我們地補了整個補充了有350 應該有350位左右的新進的這些的一個隊員 那這一些地補過去的這些我們就 因為他原本可能都是臨時人員 就可以再禁用新的臨時人員再來補充 所以基本上就用這樣子能夠有一個替代 也增加這些剛剛講的臨時人員的人力 好 局長 那另外一點就是清潔人員 他們都是在 不分白天晚上他是在大街小上在工作 那他們有穿的那個黃光背心 黃光的一個帽子 安全帽 那這些的編內預算 我了解好像今年是編內300萬 要去做一個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一個安全防護 但是我發覺有一些清潔隊員 他們穿的那種黃光太舊了 就應該要把它拆換掉 穿的太舊其實它的效果也不大 那出來我們高雄市的整個這種清潔人員 他如果穿的這樣的比較整齊 比較好 那個螢光的黃光比較明顯的話 也對安全化才真正的有幫助 那這一點也請局長 是不是能夠再去做一個考量 是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 其實隊員本身他的裝備 這個我們很重視 反光的背心是其中一種 另外一個我們今年要替換 就是發給他們的是雨衣 雨衣 因為他們大概風吹 日曬雨淋都在外面 雨衣今年我們要發給他們 那最近我們又從現有的預算 大概有四百多萬 我們要來發給他們是工作鞋 工作鞋因為有時拔棠的東西 那個掉下去就往那個腳掌的須胸啊 所以我們今年大概會再發給同人 就是像安全鞋啦 像雨衣 反光背心這個都是記憶有的 所以這個部分感謝議員這邊的提醒 好 局長你請坐 他們都很辛苦的第一線清潔人員 希望我們一定要照顧到他們的福利 那再來就是經常本席在這裡提到的是一個 那個我們的一個自行車的租任站 那自行車的租任站 我希望說我們能夠順著我們的一個路線 需要的話一定要再增設 那剛才局長也是有報告說 在明年已經要完成三百個站的自行車租任站 那在這裡我也希望說能夠 依照需要的點去設點 讓我們的市民更方便 譬如說上次本席已經有建議過 在東南子那邊是南子區公所 南子國小高等行政法院 那台坦亮飯店 立民公園南子高中 這一線啦 是屬於比較東南子 能夠沿它的路線需要的話 沿它的觀光路線 一直到如果說在這邊 可以借到自行車的一個租任站的話 它可以直接就到 騎著車子到觀音山 那邊有一個景點 所以我們應該要考量到 現在我們高雄市的自行車道 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往我們西南子的話 有園中港 然後又昌 還有後進溪 一直到後進的一個捷運站 這裡都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棒的一個自行車 車道都現成的 那我們這裡局長有預算在明年完成三百個租任站的話 這邊有建議 就是在文虎國中這邊是比較市區的 而且能夠讓市民騎的車子到桌邊的商圈 文虎國中站 福山國中 龍法國中 國貿社區 台坦 南子 量販店 新莊國小 赴國路與中原路口 宥昌森林公園 捷運後進溪站 南子區公所 南子國小 高等行政法院 立民公園 南子高中 有十四個站 我希望這十四個站就剛好有分兩線 可以達到我們的觀光景點 比較近市區的可以在我們的商圈周邊 讓我們的市民他們很方便的可以騎著我們的腳踏車到他們喜歡去的地方 因為現在空氣真的是越來越差 那我們如果能夠鼓勵大家盡量少騎機車 多騎腳踏車可以健身又可以節能減碳 那這裡也希望我們局長能夠把這樣子列為一個參考 局長 請你答覆一下對於這些自行車站 你明年預定三百站是不是能夠朝著這一些站去考量 請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大概我們現在今年全部已經都已經招標了兩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就是116站 116站 那我們統計的結果應該是這裡面剛剛議員提到的 這裡面的大部分的一個站的地方 點的地方應該都會納進去 那有一些可能我們還要再去進行會堪 因為那個地方就要再看油卡路沒有 是不是當是不是所謂的一般我們比較傾向是公有地 如果是私有的要有同意書 這個部分都還要再進行整個一個會堪的程序 應該我看起來大部分的應該都會有 都在明年會整個會把它設置完畢 好 謝謝局長請坐 我看起來是卡茲病毒 他也是屬於一種防病毒 這種卡茲病毒 防病毒跟登格勒不同的地方 登格勒如果得到的話 他可能會出疹子 然後會發燒 或者是骨頭會痠痠的 但是這個卡茲病毒 他也是由埃及邦文叮咬 然後再感染 這些都是從東南亞這些國家 這樣感染 這樣遺傳 這樣傳染的 所以在這裡我要請教局長 對於未來這樣的一個新的 因為民眾對於這個 這個紫卡病毒 可能概念比較沒有 那你要怎麼樣去做這樣的一個防範 跟去推廣 這個讓我們民眾比較清楚 要怎麼樣去防範這個環境衛生 請黃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一個提問 那這個病毒確實是一個 在今年度開始是一個 我們不僅是台灣也是全球矚目的一個 一個透過白線斑文跟埃及斑文 尤其是埃及斑文傳染的一個病毒 那議員剛剛講的也沒有 確實沒有錯 就是說他的基本上 他的一個臨床的嚴重度 沒有像登革日那麼明顯 所以登革日 我們以前會講斷骨熱 會很骨頭痠痛很嚴重 但是治卡並沒有到這麼嚴重 而且至少八成的一個感染者 並沒有症狀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事實上 因為他都是一個 以埃及斑文跟百姓斑文為傳染 尤其在我們高雄來講 埃斑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事實上 對於整個對民眾的衛教部分 我們已經開始展開 但是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說 我想成功的一個登革日防治 絕對是有助於對於 資卡病毒傳播的一個 危險的降低 這部分在我們的整個防治裡面 其實透過我們市政府各局處 對於包括我們資生員的清除 因為在今年的一個防治過程裡面 當我們在講登革日的防治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把 資卡病毒的防治也就帶進去 因為這個在整個環境控制裡面 絕對是它產生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一定要去控制的是 我們資生員的一個清除 所以部分在整個外交上面就進去 但是我想 資卡病毒不只是這樣 因為它還更重要的是說 因為資卡病毒一旦傳染 如果說 尤其是它對人的影響 最主要是 如果孕婦被傳染的話 會產生小頭症 那登革日基本上是一個被 有帶病毒的斑紋 埃及斑紋傳染 叮咬才會傳染 但是資卡病毒還多一個 如果這個人是被感染資卡的話 那可能在六個月內 他可能對於 尤其是性行為 那在那個 那個性行為上面也有可能傳染 所以就變成說 它其實是影響到的 我們是下一代 而且它的一個 一個很潛在的傳播期更久 所以目前 包括我們的一個 1加6的一個策略 我們已經開始在宣導 那包括說 一個月內 他不要輸血 那最主要 六個月內 有安全的性行為 不要使用保險套 不要懷孕等等之間 那資卡病毒 有沒有預防的疫苗 目前並沒有 所以目前 我們在整個處理上面 就變成說 我們對於那個 因為目前我們國內的 所有的這些 已經確定的感染 都是境外感染 那都是到 尤其是 13個病例裡面 有7個 超過一半以上是國人 而不是那些 其他國家來的人 那這7個其實很多都是去旅遊 那偶爾有部是經商 那東南亞占了很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事實上對於我們對出國旅遊 還是對在地的一個方文的工作 可能民眾比較少聽到的一個病毒 還是要嚴密防範 你請坐 再來要請教警察局長 我們的監視器現在是 我們在 光我們的左營區就有1400多隻 我們現在是有23000支 那故障的有9600多隻 大概是 那個完好率大概有58%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最近有跟我們一些警員在聊天的時候 我發覺說現在的監視器的修復很慢 然後我們左營分局有新莊帕宿所 還有幾個帕宿所 他們就是也很棒啦 什麼都做 那也可以多做就多做 那當然這事都很好 因為有時候要等到廠商來修復的話 剛好現在辦案 破案 或者是車禍 都需要靠監視器來協助 那可是這也畢竟不是 長... 好 謝謝陳議員關心 這建錄系統的妥善力 其實目前我們碰到的困境就是這樣 這些廠商維修的工班就是人數這麼多 那你要維修我們警察局那麼多監視器系統 那胡言又遼闊 所以我們現在由各分局有5個廠商來招標 然後維修警察局 以前只有一家 現在分5家了 但是還是趕不上妥善力 所以我們只好就是說 簡易的我們可以自己維修 我們只好自己來做 但是廠商 因為它的成本 派工的成本也很高 如果你要求它增加工人 它成本高 它又不來標 又不來標 我們花包不去 花包不出去 花包不出去 維修率 等於是建錄系統就壞在那裡 也沒有辦法維修 所以種種的問題 確實我們也非常的困擾 那這個是短期的 如果從明年以後開始 維修 我們就說我們自己不再建置 我們把這個用租賣了 那租賣了 就是花包給一個廠商來做租賣 那租賣是按照它的妥善力來給他這樣的一個費用 妥善力多高 我才付給你多少錢 壞掉我就不給你錢 那既然我們就不必負責維修費用了 把維修費轉為助力的費用 那既然我們嚴謹就不負責維修 所以在這個過度的一個當中 確實我們有遭受這樣的困難 我們不得不自行來解決 或者萬一發生治安交通一些事故 民眾需要的時候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最不得已的 所以我用鼓勵的方式 我們嚴謹 我們自己來 能做的我們自己做 不能做我們才要包給這個廠商 好 謝謝 謝謝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謝謝我們陳立貞 陳議員的質詢 那下一位質詢的議員是 陳翠嵐 陳議員時間20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保安部門的團隊 還有我們的議會同仁 關心市政的所有市民朋友 還有我們的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平安大家好 本時陳翠嵐 針對我們保安部門 業務報告資訊 首先 針對我們的警察局 業務報告 本身給出來探討 討論 我們警察局 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有說到 我們的囂張廣道 心非常的國際化 也網路化 我們警察局應該要跟得上時代 跟得上腳步 我們的防治竊盜 警方也非常的用心 從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有說到 高雄在警政署公佈的資安狀況都島平和的成果 獲評為104年下半年度 全國六都第一名 那總分97點48 包括掃黑 仿詐騙 槍械 毒品 切盜 還有校園安全 和附幼安全等七大工作 成效都是全國第一 全國第一 值得嘉獎 值得讚揚 那但是我們的切盜案在高雄也一直居高不下 那我們104年 我們警政署資料顯示 台北市的切盜案的總數是39951件 那其中普通切盜案是3283件 普通切盜案數目排名全國第二 那我們高雄市的切盜案總數是29795件 那普通的切盜案是3688件 那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高雄在切盜案總數 都比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要低 排名是六都的第三名 那本席是覺得說 我們的普通切盜案的建數 就是六都的第一 所以特別提出來來探討來討論 那本席覺得說我們現在的犯罪都已經走向網路化 國際化 那我這裡有一個影片 一個新聞報導 請播放 台灣詐欺犯現在的命運又如何呢 昨天在北京遭到了提審 新華社還特別播出了其中幾名台灣人 詳述他們的詐騙手法 而鏡頭當中可以看到兩名台灣的詐騙犯 在鏡頭前面表示懺悔 還強調願意接受法律制裁 希望能夠得到從寬處理 不過這兩名嫌犯都還沒有正式受審 就在鏡頭前面公開認罪 也讓家屬心急入焚 我本身是在二線冒充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行政隊的警員 24歲自身是台灣桃園人的解禁男子 靠著手銬坐在小房間裡頭 描述詐騙犯罪過程 那如果說金額小的話 我們就會以調查他的資金 要清查他的資金是否乾淨 那請他把這些資金轉到一個帳戶當中來做調查 黃誠自己是中國大陸的公安 被害者的家境不富裕 就交給底層的人員來詐騙 有錢的則是准交給像他們這樣的高級幹部 成員除了領導之外共分為三千 好分別丑爬數 薪水區別是一線冒充疫保局是6% 6% 二線是分前後 前面是4% 二線後是5% 那我負責冒充三線金融犯罪課課長是8% 立民接受訪問的是自稱是來自台中37歲的許姓男子 兩人都曾經因為詐七歲而入肩服刑過 表示詐騙集團手腦得知他們的背景 所以能夠進入這個詐騙集團 此外詐騙集團分工細膩 老闆還有主要幹部都是台灣人 也會撰寫腳本 太低層的跟上層不能往來 犯罪過程描述的巨星迷遺 甚至還在鏡頭前道歉 說願意接受法律制裁 大陸的老百姓們 對不起 我知道錯了 真的是很對不起 那以後我會改過這些 看到這個消息 我們也是心肝 也是會不敢這樣 就是說 急急在監獄 快點幫忙 難民台灣人還沒有審判 就在媒體前公開認罪 更是讓在台灣的家屬心肌無分 記者綜合報導 陳局長 我們警察局團隊 不屑播放這個影片 這個新聞報導 最主要我希望說 我們警察局這邊 要特別就是注重說 現在的犯罪 都已經國際化 都已經國際化網路化 我們面對現在的犯罪的手段 我們如何來應應這個國際化網路化 所以鐵帥來討論 通知為 做雅呢 其實很多法要報道 好的 公佈 收鎖 公佈 在 公佈 公佈 脱售救货之处进行来清查 那结果都找到很多的账务 成果非常的好 也值得非常 额乐 我们的警察团队分享 的辛苦 很赞 那本期从我们的 高雄市防治账务的自治条例 那有第三条有写着说 本自治条例所称 因协力防治账务销售之营业 那指的是实际从事下列的行为之行业 那营楼的珠宝买卖或加工 那还有第二是中骨气机车 自行车的修配 还有保管或买卖 那第三是物品受托寄售 或销货的旧货物品的买卖 那本期觉得说我们的营楼 比较不容易追查这个 的账货 高雄又有跳蚤市场 那有些账务的问题也防不胜防 那现在又有新兴的嚣张的管道的走向 电脑化还有集团化还有国际化的嚣张模式 那我们犯罪者都是利用电脑网路的嚣张 还是利用跳蚤市场嚣张 然后运输海外嚣张 与业者勾结 以及以合法掩饰非法 很难有效的遏止类似的情形自发生 所以这个恶性的循环 有点心 很难来有效的遏止 像这个校正管道 这个网路化跟国际化 还有合法掩饰非法这些 等等的问题 我在这里请教我们的警察局 我们陈局长 请回应 谢谢陈医人 对我们同仁的一个优异表现的一个鼓励 非常感谢 那治安的问题 确实我们警察局全体同仁 都是全力以赴 那不能因为好而自满 我们会再努力 还要更好 所以我们这个治安的 一个让民众要感受 要每天每年都让他们感受 高雄市的治安都是在进步当中 他们会觉得高雄市是越来越安全的一个城市 那至于刚才陈议员 陈议员所提到的 嚣张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很专业 我是不是请我们邢大 邢大队长 陈局长请坐 来麻烦邢大队长 简单再回应一下 谢谢主席还有谢谢陈议员 关于这个问题 现在确实是 嚣张是网路化 还有国际化的歧视 这个因为网路 现在手用的APP 包括拍卖网站 还有发持APP 这些还有脸书 它的伺服器都是在国外 所以歹徒都会利用这边拍卖 我们警察局除了平常有网路巡逻 在网路上 价格不合理的 我们就会去清查 会去调它的IP 另外的 如果有涉及国际的 因为国外帮我们调这个资料 可能他们国情不一样 而且被害人不在其他的国家 包括美国 日本 我们会跟 如果有个案的话 我们也曾经破过这一种案件 如果有个案的话 可以跟我们大队联系 我们会个案处理 我们会跟刑事警察局 跟国际来接轨合作 包括美国 谢谢我们叶大队长 和我们警察局团队 大家辛苦 像我们的网路 它就是管道也非常多 所以有些账户 嚣张在其他国家 所以希望特别 我们警察局团队要再思考 如何运用在 现在的犯罪手法这边 如果防治我们的 网路化 国际化这些 嚣张的一些 张无德的防治 麻烦我们的警察局团队 特别来努力来输客 更走向 国际化的 现代化的 防治的嚣张的 管道 让这些账户无所顿性 这是以上特别的 所以跟我们的陈局长 所有警察团队 来讨论来勉励 来谢谢你们 那另外本局在 另外本市在针对我们消防局 消防局这里 陈局长 我们 陈局长 自从我们的七八发生以来 本市都非常的 重视说我们的消防局团队 我们的准备有够吗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安全 有没有保障 因为我们身为民态 无法帮你们分担 分担你们的业务 所以你们的基本的保障什么 我们身为民态 是绝对义务反顾 一定要帮你们争取你们的权利跟福利 所以本这里 我们的消防局业务报告 看到除了我们要强化灾害 中一个房子抢修的能力 那还有一些火灾的维护等等 那我们消防局这里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大家特别很辛苦 那从业务报告这里 有看到我们受礼的救护 就有六万九千两百零两件 那送了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五人救医 你看拯救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需要我们消防局这里 来解救 来这边有你们真好 那还有其他捕风有七百一十九件 那捕死抓舌的有一千六百五十六件 那雪天后都在待命了 所以我们的消防局团队 可以说很辛苦 很努力 那本期从我们的业务报告 第六页有讲很多 那重点是说 我们有运用到多元的防火宣导管道 那像是我们广播电台的录音 还是电影院 还有电子看板 跑马灯 当然还有运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YouTube免费的影音的平台 那本期从你们这里业务报告有说 那YouTube有做十部的微电影 不错本期都有看 那有些微电影就要宣导一些爆竹片 还是我们的火灾预防 还有我们一些消防人员的心酸历程等等 有一些微电影也是都有超过一万多人次的按赞 那可是有一两步 一两步提出来 像我们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那的微电影的宣导 里面有的生死抢救 一现间 一瞬间 那这里两个月前的点阅率 的观看次数才48人次 48个人观看 另外我们高雄市消防局 微电影的宣导 爆竹片 爆竹片的第二篇 前两个月观看的次数是32人 那是本期觉得说 这些都是我们消防局团队 大家都辛苦 大家除了基本的消防业务 我们面对了越来越多元的消防问题 以外我们消防人员还要编片 还有拍微电影宣导 一些预防灾害的宣导 硬硬硬都很好 可是他的观看的次数 并不多 并不多 我在这里提出来说 希望消防局应该再加强宣导 让我们高雄市民更加了解 我们消防局 我们的认真 我们的打拼 我们的 你们做过什么 这些 全高雄市民 所做的这些 训练 做得很好 那我们围定你的内容 做得也很 很温馨也很棒 所以观看次数 就几十位观看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来宣导 加强宣导 那另外本期有发现 我们的围定 有一部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围定 第六大队自更农的故事 因为这个有牵扯到版权问题 还有那个 所以特别提出来 来讨论一下 那我们播放 来播放 来播放 来请播放 先生,你違反暴除烟火,管理條例第17秒 預計暴泳池暴除烟火,管理條例第5秒 每天晚上10點過後,到昨天早上6點7點 一五次放流爆炸疫情,以防禦暴泳池暴除烟火 違反者,合因暴除烟火,管理條例第26秒 主機台幣3萬元,當15萬元,加8萬元 蛤?你怎麼笑的? 先生,我在講第二次 我們陳局長,特別 我們這部的微電影拍得很可愛 那也運用我們現在10下最流行的 寶可夢的影片的元素來拍這個微電影 那本期因為它這裡有那個皮卡丘的卡通 還有這些卡通的片段 所以特別提出來 因為這個或許有牽扯到版權問題 那也會影響或許日後有什麼法律問題 好,特別給出來的討論 那我們拍的這10部微電影都非常的好 那,縱使不是非常的完美專業 那也是大家非常的用心 這特別讓我們大家相同團隊 特別表示非常的敬意 有你們真好 好,你請坐 好,另外 我再針對我們黃寶群 黃寶群 黃寶群,我們高雄是我們的公共腳踏車 我們高雄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那我們公共腳踏車評價非常好 我們高雄市公共腳踏車 我們業務報告一再的說 我們公共腳踏車的使用率增加 然後公共腳踏車的功能也 再兩分鐘 所以去年我們11月份 配合全運會在高雄市登場 所以有更新第三代的小藍波 那小藍波就是突顯我們高雄市海洋城市的意象 那淘汰有第二代的小綠 淘汰第二代的小綠 那車停也超過五年 總數有2749台 那部分贈送我們藍台的約翰尼斯堡使用 那修復後還可以用的有1981台 那提供近800台作為公務使用 那保留500台作為我們明年生態交通慶典使用 那其餘700台就以公開飆送方式來賣給我們市民 這是我們第二代淘汰的小綠 民眾 從晚上十一點就排隊到早上九點 不到一分鐘 不到一個小時全部都拍賣完 那有很多民眾一直說 他這是業者叫他員工來飆送的 讓一般我們高雄市民都沒辦法去飆送 所以就是市民一直評價很不好 所以在這裡特別提出 像我們蔡局長有類似像這種淘汰一些 這些基劇還是什麼 希望要好好的慎重一下 以免惹了民怨 因為這是很好的非常好的良意 可是無家無家 社會廣告也不太好 我希望我們蔡局長要有類似的信息 不要再發聲 請蔡局長有什麼 請蔡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天在販售的時候 我有到現場去 說真的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是值得檢討 那往後如果說 還有一些要汰換出來 我想我們大概會改成另外一個方式 其實有跟同仁大概做個討論 比如說抽籤的方式 抽籤的方式 就是大家先來有一個號碼牌 那抽籤的方式 那有多少量 大概用抽籤的 大概就比較不會有爭議 限制它的使用 限制它每一個人的量數 當時是說一個五台 坦白講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大概後面都會做一些檢討 過去這個因為那個地面班 比較沒有經驗 那造成了大家的感覺感受不好 這個部分其實真的很抱歉 那後續就是說 後續如果有還有新的 還要再做拍賣或者是販售的話 我們會擷取以前的這個經驗 我們就不會再發生類似這樣的狀況 謝謝那個議員的提醒 謝謝議員 好謝謝陳淬然陳議員的質詢 下一位我們請蘇妍陳蘇議員 時間二十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們這個 衛生局 有這個 十二七八災害應變的心理復原 你們的工作報告有寫到這一點 但是本身認為 受影響受到受害最嚴重的應該可能是消防局 我知道我印象中我的感覺就是說 包括我們現在的消防局局長 他在第一線 他當時在場 是照著風向 照著著兵 他如果照著著兵 他如果照著著兵 今天他也不可能在這裂身 所以 在整個消防局的人員裡面 對不對 我覺得說 這些心理復原 對不對 接受 你們的輔導 對不對 到底他的成果是怎樣 因為 全天 人家看到 什麼路 要跟你冒煙 但是最辛苦的 最危險 站在第一線 還是消防局的人員 他們在那裡處罪 去這裡錄影 先說 你不在這家 對不對 讓我先去那裡 如果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第一扁的氣爆 產生這些問題 你後來 這些心理復導也沒有寫 對不對 你又叫他第幾家 我跟你講這是很殘忍的事情 所以 我看到你們的工作報告寫這樣 你們復導人數在 兩萬歲星 四百到三萬人住 對不對 那個韓轉介心理諮詢諮商店 你也有輔導一把空尼人數 進人去這裡 訪視的三百一十六人士 所以 當然 這是一個 我們衛生局 一個 我們很努力去打名出來的一個成績 但是 這個成績的效果 應該是消防局 你如果要做 內部的調查 這個局長 這個不是我們 到底 因為 站在地上 為了高雄市 市民的社民在打名 這些消防局員 我們說實際 對不對 你不要再 心理的負擔 每一個都在家庭 你說我不要聽 他在校庭在拚 對不對 我們說實際 他們的家庭也是在煩惱 是不是 不是這樣 那大致上 我希望 做方便的話 我們需要去加強 我建議 我們衛生局 負責消防局局長 對不對 我們去了解 去了解一下 當然 我們的 局長 對不對 消防局局長 對不對 當然 我現在 不用問你是負責 真的 你是在現場 我了解的是你們走得豐勇 走得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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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走得豐勇 這個人家 你是不是要行 真的 就是說這個情節 對不對 這些人的心理 這個復原 到底到什麼程度 我希望你了解一下 對不對 事後需要去加強 這個區塊 當然 我也很輕盈 我們消防局局長 對不對 對 他們的隊員 民同學的專業訓練 非常認真 你如果沒有落實專業訓練 對不對 你是要去 替保留高雄市民的 卸妙財 但是 你自己本身也是要注意 我是相對的 你們自己沒有注意的話 我跟他講過 每個人都一個家庭 都會擔心 所以我覺得 平同學的專業訓練 對不對 你們的專業訓練 對不對 這一點民視的 給你肯定 在整個 合併前 合併後 在整個消防體系裡面 裡面的和諧 是有目共睹 這個局長 我也給你肯定 我們建議 我們在衛生局裡面 在心理輔助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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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整個 整個年來 買一個EG之城市 我們高雄市 買 四個金牌 四個金牌 四個銀牌 三個銀牌 三個銀牌 連這些都不意 最近 我看到 那些報道 我們台灣 在國際上 一區城市 拍名第一名 但是 我們說實在 就是 本省的營營 是 我們事務團隊 各局勢 努力一個性格 但是 站在第一線 也是 是警察局 事案不好 人家就不會來 不用去除 所以 我說警察局 他們這裡的同等 有在我們打招 說得 這是有目共睹 無關是怎樣 在我們的 陳局長的領導之下 尖閣 打擊犯罪 遇望犯罪 尤其是遇望犯罪 犯罪 已經產生 賀主的力量 可以讓這裡拍賭 要做事情 他在民主的問題 他會想清楚 所以 有僅親的趨勢 這 我們說實在 他剛才也有很多 議員 有經濟過 我當時也經濟過 但是 他剛才我們 國中央會 就有一個事情 監視器 是24歲的監視器功能 一個監視器 可以代替 困難經營的 付出的時間精神 人總是要休息 監視器不用休息 但是監視器的缺點 是保固期限 發保在三年 不過之後 人家騙兩月 可以保護 淘汰率很高 對不對 我今天有聽 那個 我們的 犯罪一方科科長 有在說 現在是要委外 委外是怎樣 發保委外就是 包括重新的 包括為何都做一遍 才不會浪費經費 當然過度事件 當然 就是說 這個 輕鬆利用的 好是沒那麼理想 部分是用 經營的 專業的警員 去做處理 當然 每年 發保處理 當然這就贏了好 就不再事情了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了解 就是說 你現在發保處理 包括新的 要穿的 你的量多少 我等一下 由我們換去 一方科科長 來回答一下 我們的環保局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 風山開的污量 因為我小孩在風山大了 所以風山開 以前 最早在我小孩都在家有用 但是我們當中的味道 他還可以看到 那些 那些 小孩在那裡 這幾個 而現在經費 一個 系統 當然 任意那個 皮革泡購的 會影響 大家白費水 全是雙氧水 那個 底皮 有皮 那個水 我沒看到 就是說 非常嚴重 但是 因為我們的環保局 對不對 尤其我們的 那個 青陽 治者科養科長 現在的馬科長 對不對 大力做一个水梯 这是红叶暗宫的 所以红叶铁 现在虚源含以前不太像 但是我最近在那里看到 有人在那里钓鱼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鱼人生存 就是表示污水 以前我们称为黑龙江 以前很清 有人在刺鱼 以前很清 但是过来 地方的人都冰着黑龙江 但是现在还回复到汗氧量有足 鱼类可以生存 这表示你的整治 有达到一定的成功 一定的效果 尤其我会说 杨科长 前巨大科长和现在也有科长 他刚刚在当年 对不对 也是说他们真的出事不错 你讨厌 所以就是说用他们的专业 对不对 用他们的技术 可以把他们暗宫所谓 封起来 事实击查 可以逃犯 废罪的人 可以 废罪改善 可以 废罪改善 这部门 在投放 但是他们以前大量排放 投放 改善很多 本市的 还是他以一一肯定 但是 当然 各局式 各局科的 科长都很认真 包括空屋 各方面的检设 我也是常常 减减 我也是有在翻领 但是用了 我们的市民都是很满意 是我们的 当然在这部门 认识 本市以来是一个庆认 当然 在政务 顾认识 这一期 我们有一个 通过一个 高雄区的未来一定规模 因所谓是废弃物 回收站管理办法 第三条 第三条 回收站 是土地登记 布藤本机 土地清测 所以 因本土地 非申请所有 则 平均解剖土地 使用统一书 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 园很多 都不是地主 这一座 园是那人做土地 但是 他做土地 你还跟他说 拿什么 什么 土地登记 天本 等等 又拿一些这些东西 好事 拿不出来 没有提供出来 而且这个政策 对 他 比较 我们这个 治理条例是好 但是对我们 把忙贴不太大 目前 役者面对的问题 就是 是說我們高雄館的業者 高雄區 就是主要區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高雄館的業者 有兩百十斤左右 符合於住宅區內的業者 用於一百平方公園以下的匯圓 因為我有早期這個業者來座談 來聽他們的意見 所以這是他們用出來的 他們的心聲 僅在大約百分之十 大部分的匯圓就是工業區農地 這些管理辦法 只是為了少數的業者設立 應該是我們在管轄高雄區 因為管轄高雄區裡面 這個小型現在聽譚方公園裡面 畢竟在住地去戰多數 但是其他一定沒有農地 所以他一定沒有農地 大多數就是承煮農地 還要取得土地等級成本 對不對 後來使用工業區都不簡單 怎麼說 我幫你做理 那個費用 我做白人做白人 也是會給我合你做理 那不是定義說 大家的路翻起來 你看這個一百平方公園 這個小型廢縮 這個站 他們都是一些比較浴血 繳來在那裡的心智 還可以改善我們的環保問題 沉出用地又分別於商業區級建地 或處於多地用地 要怎麼處理 針對本市費收業者 面臨的困境 本期建議應該修正 高雄區為達一定標準 規模這個 因為說是廢期負回收站 能管理辦法 有些要負導業者負荷儀規定 就等一下再說明 因為 農地 沒有違反分區 農地 可以做回收對不對 汽汽車回收 就是標示我們的法律預定 所定的就是沒有違反分區 因為 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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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我說 建議 有些 Chry technore 人 農地 農地 这 шир 對 és 但是富豪分區的你就不讓它成立 迴婉分區的你就讓它可以做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這邊的知識條例裡面 所規定的對不對 就是改革的稍微部分的人而已 大多數的人 他不去享受這個問題 他民主的就是六萬至三十萬 可以連續換 繼續收起來 因為這件事對不對 造成對話局很大的困難 還有修正知識條例來做這個方面的處理 市委下次會議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修正對不對 農地跟工業用地 包括一些剛才的問題對不對 我們可以做一個改善 等一下我們再回答 這個思考的問題 就是同學來一起等格勒 都並沒穩 所以我們可以說 剛才我也聽到我們這個動員對不對 對局長 黃局長 你這個等格勒執行 這個績效良好 他不說還是都跟你認同 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 刺卡病毒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刺卡病毒對不對 為何會產生小偷症的寶寶 來自全球的 2015年以來 已有67個國家 屬地區 死卡病毒 本土病例的紀錄 歐國今年有13年是確定病例 均衛性外移入 感染國家 為泰國四個例 外南、馬來西亞 自己還有兩例 印尼 新加坡 美國的 生羅西亞的 聖文森及 格勒納丁及美國的 福州阿邁尼等各一例 這就是我們這個 今年的 這個 慈卡病例 這個分佈在台灣的地方 我們這個 高雄市場有兩例 新北市也四例 學區都做13例 泰國的 今年 結智103 10月3日 A16個 省份的 累積報告 392名 這個死卡病例 包含了39名孕婦 其 令報告 都要有所 為所的兩年的 小偷症的個案 新加坡 8月17日 7月17日 共確診414億 包含了16名孕婦 菲律賓的 累積17名 包含了7名孕婦 外人的 還是累積的 7列 針對的 針對的目前的 慈卡病毒 及登格勒 均以 埃及班尾 及白線班尾 為傳染媒介 病毒感染症 症狀的 不明顯 但對孕婦 威脅絕大 會導致胎兒的 小偷痴死亡 如何教導市民 防範及有效的 防治的措施 所以 今天我們在這裡 參選那些企業的案例 就是登格勒 會生得帶來的 另外一個防治 登格勒 頂也是防治 死卡 所以 本學就是 登格勒已經控制了 還是改善很多 要正確 這個持卡病毒 是不是 要加強 來做一個處理 我們現在先叫 請那個 環保局局長 來答覆 剛才這問題 請環保局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蘇議員 剛才前對 洪山客 我們當然在 進行的困難 我們抓這些 頭牌 抓幾個 他頭牌 五分鐘而已 所以 大家很辛苦 我也都請測 謝謝議員的困難 剛才我們議員有 問到 有關就是 未達一定規模的 這個應回收業 這部分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並不是說 在農業區 在工業工業用地 它不能來申請 按這個自治條例 是要補充環保數 它有定一個應回收廢區 管理辦法的不足 所以說 其實在過去來說 我們有發現了就是 我們一些 未達 就是一分的 一千平方米的 這些回收站 這些回收站 它都在住宅區 而且那個地方 是都市計畫區 在 在法教那邊的 法令裡面 有這樣的規定 就是 在這些 如果是在 那個 住宅區裡面 那經過 如果這一個回收站 經過環保局這邊的同意 那可以不用處罰 可以不用處罰 可以不用處罰 所以我們等一下 上那個自治條例 來議會這邊 這邊 這邊 沾對 就是都市計畫區的住宅 住宅用地 來設一個這個辦法 就是要有 這個 衛大一定規模的 合 合法化 另外就是說 農業區的 農業區的 它只要根據環保署的法令 環保署另外有一個法規就是 英回收管理辦法 它 檢據新辦事業計畫 它就可以來申請了 工業地 它是符合那個 英回收的業者的 所以它直接來申請電器就是這樣 局長 我現在問的是 陳平王教育一號 我這樣說的 不是說 它的一個規模 達到一個規模 所以不達到規模 所以不達到規模 當年 你要說 叫它報的價位 用什麼 今天沒辦法做 所以我現在是說 我們自治條例 既然中間有立法過 對不對 我們有法院 我們資料條例裡面 是不是可以 針對 農替 還是工業用替 還是 進去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南後有工業用替 假設工業用替 它剛才有工具裡面的 一千塊塊裡面 有工業用替 是因為是 很方便來做一個解套 之後呢 就是 它 只要有合約書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 再說 叫人家可以拿到地址 太多了 這個人都肯定不在做它 這是一個 很現實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存在的問題 我是針對這幾個問題 因為差不多時間一晚 你能夠整理這些問題 是不是說在後處 我們可以再修改一下 有困難嗎 跟議員報告 你剛才說的農業地 跟工業地 這沒有問題 這部分 以目前的法規 這是中央的法規 這都沒有問題 我們只要來處理 就是住宅 都市計畫區的住宅用地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 它只是個別適用法令 不一樣而已 都市計畫區的住宅用地 適用我們的自治條例 你現在住宅區 住宅區 住宅區 跟商業區 對不對 有什麼差別 也都是 但是他們現在做了一個 那我先處理一下時間的問題 向大會報告 我先處理一下時間 下午議程到六點上會 現在距離上會時間 只有三分鐘 建議延長開會時間 到蘇妍成議員質詢完畢後 再行上會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喔 蘇妍第二次的質詢 我現在在講的對不對 就是說 甚至他們的需要 因為你教育到百分之百分之十的人 對不對 但是 問題上這個 是不一樣的 公共官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法律 要怎麼押這些 當地 你用的是要請你的櫃蜜 這樣 無法規定的不申請 就要櫃蜜了 不是啦 不是 它用環保室公國的法令 就可以來申請了 它不是用我們的自治條例 不對啦 但是現在就是 不然你用什麼自治條例要用嗎 那個自治條例是 只有針對都市計畫區的 住宅用地而已 只有針對這個對象而已 那商業區呢 商業區沒有納進去 因為商業區基本上 我們所調查出來的就是 大部分這些回收站 都是在住宅區 商業用地因為它的開發比較快 基本上它是一個比較繁榮的地點 所以基本上關係比較不鼓勵說 在商業區有這種因回收的回收站 但是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外國會好像差不多講過了 對不對 就是說你還要拿到它的資本 你還要拿到它的董事書 但是 你這個方面 如果是容易 撐出土地合約書對不對 就是可以來做處理 合併再叫人 跟人收館長 有那個沒有 帶那個 成本什麼都沒有拿出來 我 你如果說外地主就是這樣 太溜柔了 我就不會做你 不正常去打風車料理 所以這個民 對不對 我們習慣是這樣 是不是用 由你們來習慣 我們還拿來習慣這個 由你們來習慣 對不對 是用合約書 因為合約書的代表有同意 不要讓合約書打了沒有 是不是這樣 就是可以的淺化 既然要給這些方便 對不對 就是我們來做一個處理 這個 我是說由你們拿出來 合約書的拿出來 來做一個修改 對不對 我們這個動員 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個溝通 當然 對於央科長和馬科長 我們意義肯定 就是對這個 風山和經濟這個民 對不對 當然 今天科長表現得很良好 對不對 不要空位 但是也是民進島友方 本是意義肯定 希望的 就是合約書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拿出來做這個問題 讓我們達到90% 都可以通過 這樣跟它弄死 這支條例 跟它弄死 律法院的修法 對不對 會精神 來請問 來 那個衛生局 請衛生局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蘇議員 關於 支卡造成的孕婦產下小頭症的問題 那目前 在醫學上 在醫學上所知有限 不過 他如果 我們懷孕分三期 他如果第一期 到了支卡的時候 可能有 大概13%左右 會產下小頭症 那小頭症 可能做成的 包括死亡 包括 背後的 一些智能的部分 其實影響很大 第二期 第三期 目前還不夠清楚 這支卡 對於孕婦產下小頭症 這是一個 支卡傳染病的房子 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目前我們 在我們對市民的防範家 的措施裡面 其實 跟議員報告 是說 因為 它的傳染都是對 埃及版本和白線版本來 一樣 所以 我們在宣導 有關 登科特的房子 現在都把支卡 都加起來 就是說 這支卡 這東西 我們如果說 登科特的工作要好 我們的自身員 我們這個房子 尤其搬完這些東西 可以 工作要好 它基本上 對支卡的傳染 就感到比較少 但是這樣還不夠 因為 議員剛才出了 我們台灣目前 有13例的 境外感染 境外感染 13例裡面 有7例是 我們台灣人去國外 空虧啦 路由啦 中央這些地獄 意思是說 其實 不是說 只外國人一次而已 不然我們台灣人出國的時候 所以 出國旅遊 經商 或是說 一些 像那些 我們這些 新住民 女性 等於回娘家 都是要 在我們 頭過的精華局 頭過的 觀光局 其實這裡我們有些 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 離開台灣 台灣現在目前沒有 離開台灣 離開台灣的這個疫區 甚至 南美洲這 都是一個 疫區的所在 這是一個重點 不過 這個選團裡面 我們特別要強調 就是說 基本上 我 比較實在這樣說 就是說 在我的 人員裡面 整個 東南 東東是疫區啦 但是這句話 在WHO裡面 是不成立啦 因為 我們高雄 第一個 資格是 六月一號 發覺到的 六月一號發覺到的 那是從印尼來的漁工 但是 我們如果去看 WHO的網站 我們台灣的報告 沒有強行進 所以在那 印尼要掛零 但是 這個上 我們對印尼的一些 醫學和公共衛生的了解 到目前 我們對台灣的了解 我們想說 不可能 那是掛零 為什麼 一次 四月一年 他就一個就是這個 當然這有一個統計的偏差 但是 這特別要注意 所以 包括泰國 包括 包括 馬來西亞 和福利賓這些 其實都是我們 重點 因為 現在 在我們高雄市 今年通報 疑似支卡 有33例 後來都證明是沒有 但是 這裡看起來 都是 主要都是去淡安 滷遊 做空間 還是 所以 這個保護出國 要去做一個防範 這個是防衡的措施 這是重點 另外就是 對 回到台灣後 因為孕婦保存很重 所以 我們現在 衛生局的做法 包括說 因為 如果我們第二就是 新加坡 他住在台灣 所以 台灣四十位 除了登革日 我們說 跟資格學院做 班軍的防施衣服 通常就叫 孕婦 四百公囚以來 我們所有的孕婦 都能去統治衣 我們做一些 包括產檢的加強 包括 最重要的 是在八美府 我們要來消滅 這是專念 它的專念 是一個重點 對不對 但是你這方面 他們的時間 有能夠正確 你們的努力已經有 很好的性格出來了 我是建議 繼續加強 農園 還有機會 集團處 對不對 對於癌症的推廣 對不對 癌友的推廣 真的推廣得不錯 對不對 本學再次意義肯定 因為我們說到這個 包括長庚 包括整體婦人 也好 對不對 他們用這個 癌友會 對患者家屬 心理上的輔導 我覺得做得不錯 本學再次意義肯定 在柳林島之下 整個衛生局 也都是有 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場景出來 這個是 你的努力情緒 所謂的一些事情 本是意義肯定 請科長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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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感激去 他的適用財產的規定 需要適用 適用的 還是五年 五年 所以我們目前有很多 是剛才新建制的 而已 還沒適用適用適用的 所以我們幾月就是 沒有 我現在是明年的 明年度 今年現在要什麼的 適用嘛 對不對 你們家的適用多少適用 適用法包 適用適用 做到適用適用 做的方式 你剛才說就是這樣 是 對不對 我現在要了解 就是你們家庭中 新增的 當然適用適用適用 適用適用 然後呢 新增的差不多 有多少 我們目前 國分局賓國起來 我們第一年要做的 要包括 我新設新增設的部分 差不多有 一千一百機左右 所以 整個 第一年 新增一千一百機左右 就對了 是 旧的就是 如果繼續維護就對了 沒有 旧的就是把台灣換掉 台灣掉 五年以上的旧的台灣換掉 所以我們第一年 台灣掉 台灣掉 有要新增嗎 就是 把議員報告就是說 你剛才的旧的 是要做旧的那樣 因為這有兩個階段 你做旧的 剛才會旧的 但是你新增的 對 這就是把議員報告 這個 我們平國有 在我們需要 大概有 大概有 已經超過五年 有七千機左右 這是要集體來換 另外 平國有需要 但是目前沒有 要先建設 好多一千一百機左右 所以我們第一年 要做的時候 大概有獎金 八千五百機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對不對 你屬於台北 是 消防局局長 我是一個建議 我們說 就是說這些心理 這些心理 要輔助 對不對 我希望你這邊再加強一下 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樣 我們說 我真的還沒說 看了 所以 看了前面 冒煙 也是你們第一頓 對不對 這些人心理 希望你跟衛生局的結合 對不對 今天你跟衛生局 我回答就好了 謝謝主席 好 下午議程到此結束 好 謝謝蘇彥晨 蘇議員 下星期一上午九點 繼續開會 上會